天龙四角谁最强 萧远山将我和萧峰的名字连起来读 金庸的武侠小说向来都是循序渐进 好比射雕英雄传 在开篇的时候 金庸借着完颜红绿的视角 展现了江南七怪的各门惊人绝技 然而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 读者才发现江南七怪并非一流强者 七人合力只能和邱楚吉都一个不相伯仲 天龙八部也一样 四大恶人在开篇的确很强 可当顶流高手逐渐展露头角之后 除了段延庆之外 其余三大恶人也慢慢地沦为了二流人物 直到藏金阁即将爆发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打斗 身为读者的我们才知道天龙时代的第一高手 当属扫地僧 扫地僧一出手就将天龙四角尽数打服 天龙四角即萧远山 萧峰 慕容伯 纠魔智 他们四人都有自己的成名绝技 最后在藏金阁遭遇 历时就要爆发一场血行厮杀 紧要关头 一旁关局的扫地僧终于出手了 他用三尺气强化去了萧峰的降龙十八掌和慕容伯的斗转星衣 又拍出一掌击毙了肖远山和慕容伯 一旁的揪魔智自知扫地僧的武功太过于高神莫测 他偷偷将无职融在跑秀之中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无相截止对着扫地僧弹出 不过让揪魔智大惊失色的是 他的无相截止尚未触碰到扫地僧 就被扫地僧三尺开外的一道无形气墙禁鼠化去 扫地僧仅凭一人之力就击败了天龙四爵 随着肖远山慕容伯皈依佛门成了扫地僧的弟子 九魔智也在枯井里被段玉吸走了一失内力 之此天龙四爵已没了对决的可能 而且按照原著的设定来看 九魔智从头到尾都没和肖峰动过手 不少武侠弥梦会问天龙四爵的实力该如何排名 先看慕容伯 仅用留给他的笔墨去只可数 不过慕容伯在邵氏山曾施展参合纸 仗在场的群雄大吃一惊 慕容伯的参合纸竟能和六脉神剑火焰刀一样化其微型 达到隔空商人的境界 再看九魔智 九魔智失处当时一等一的武学七才 他以小无相公作为根基 吹动了少林的七十二绝技 先在天龙四如入无人之境 偷有单枪匹马差点让少林四的威望扫地 而三十年前的燕门关一战 让肖远山名声大噪 那时肖远山以一人之力大战中途21位高手 即便已寡敌中 肖远山暴目之下仍反杀了17位对手 锦王剑通 玄自大师等人讨出升天 但已是身受重伤 身为肖远山之子 肖峰也有欲强则强 越战越勇的特征 不管是以一帝百 在聚贤庄示弱风虎 还是以一帝三 在绍世山上立战慕龙副铁头人丁春秋 肖峰都展现了他战无不胜的威猛 有意思的是 强如天龙第一人扫地僧 也被肖峰一掌打断了树根肋骨 然而一些读者却认为肖峰的武功修位不如二挂断语驱逐 甚至还不是揪魔制的对手 其实 想要搞清楚天龙四爵的实力排名 不妨将他们四人的名字细细地读一遍 众所周知 锦雍给角色取名大有讲究 慕容副的副代表慕容副以光复燕国作为毕生之愿 而慕容副的表妹王于燕在连载版里换作王于燕 王于燕的燕和慕容副的复合起来读就是复燕 也就是光复燕国的意思 再看天龙四爵 他们的名字也是大有深意 暗藏了四人武功的高低强弱 慕容副的副象征慕容副凭借环石水阁的秘境 做到了博览群书 也代表了慕容副能及天下武学之长 不过 副也有不而不惊的说法 也就是说 慕容副的武功虽然包裸万象 但遇到顶流高手难免杂而不纯 博而不惊 九魔制的志象征积紧 九魔制的武学天赋的确很高 然而九魔制心术不正 为了阳明立万无所不用其极 起之逐渐演变成了阴险狡诈 在少林寺和虚主打斗之时 若于下风的九魔制抽出匕首发动铺袭 在藏金阁之际 九魔制也曾用无相截指偷袭过扫地僧 九魔制的实力加上他的狡诈 他的综合指数略胜慕容剥一筹 再看肖远山 山代表了肖远山一山还有一山高的属性 这就能解释 肖远山在燕门关明明已被中原各门各派伏击 却能扭转乾坤反杀群雄 而肖峰峰和肖远山的山 连起来都就是山峰 不仅象征了他们二人有父子的关系 还点明了肖峰的武功已在肖远山之上 毕竟峰的意思就是山顶 综上来看天龙四绝中 肖峰的武功最高 肖远山次之 往后则是九魔制和慕容国